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去年11月,Redmi正式发布了全新的Redmi K70系列手机 包含Redmi K70 Pro,Redmi K70以及Redmi K7013款机器 现在,随着时间的推进 关于下一代Redmi K80系列的消息也陆续出现了 老规矩,马上和Tiger一起来盘 博主智慧皮卡丘近日的一份爆料显示 Redmi K80系列的研发进度非常的快 策略略有调整,Redmi K801机型可能被取消 并将相关配置下放震荡系列 该博主最近的一份爆料中又提到 红米K80进度加快,骁龙8进3,8进4两杯 为数不多的全系2K,护眼直屏 喜欢屏幕的可以蹲,金属中框,玻璃机身好 回归5500毫安时大电池,质感比上代好很多 按照爆料中的说法来看 Redmi K80系列将提供骁龙8进3和骁龙8进4两个版本 全系配备2K护眼直屏 搭配金属中框和玻璃机身 质感将有所提升 同时还将内置5500毫安时电池 高通将在今年10月 推出新一代旗舰移动平台骁龙8进4 这颗芯片由台积电3纳米工艺打造 并且采用自研奥列的内核 目前高通骁龙8进4的跑分已经曝光 这个半车6单合2845分 多合10628分 相比现款骁龙8进3 有着相当大的提升幅度 这也是该芯片首次采用台积电3纳米工艺 相较于三星4纳米工艺 3纳米工艺可以在更小的芯片面积上 容纳更多的晶体管 从而提供更高的集成度和性能 有消息称 骁龙8进4处理器频率 有望达到4.3GHz 这一数字远超前代产品 骁龙8进3的3.3GHz 甚至可以媲美为PC产品设计的 骁龙X Elite处理器 新移动平台的核心架构 升级为2加6的拳打和方案 包含两个NUEL PHOENIX性能核心 和六个NUEL PHOENIX3核心 同时集成了专套800系列GPU 图形处理能力显著提升 就性能而言 骁龙8进4的提升幅度十分明显 有望搭载骁龙8进4的 Redmi K80 Pro 具体性能表现和实际效果值得期待 只是不知道今年小米还会不会成为 首发搭载骁龙8进4的厂商 关于Redmi K80系列的更多配置信息 暂时还没有出现 不过可以大致参考前代产品 作为参考 前代Redmi K70 Pro 采用高量金属中款 去屏幕指甲设计 提供墨语 情绪 竹岳兰配色可选 配备6.67英寸2K直屏 峰值亮度达4000N 支持最高120Hz刷新率 以及3840Hz高频PWM调光 搭载第三代骁龙8 后置5000万像素光影猎人800超清主摄 加5000万像素二百人像镜头 加12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组合 内置5000毫安式电池 支持120瓦有限快充 Redmi K70采用哑光金属中款 提供竹岳兰 浅切字 墨语 情学配色可选 配备普通款屏幕 搭载第二代骁龙8 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 加8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 加200万像素微距镜头 内置5000毫安式电池 支持120瓦有限快充 综合现有的消息来看 K80系列预计 依旧主打一个旗舰配置普机 全系标配量K机窄边框直屏 金属中框以及玻璃机身 打载12GB起步的内存配置 或许这次24GB超大内存 会下探到更低的价位段 话说回来 虽然Redmi K80系列将带来 评务 性能 续航 质感等多方面的升级 不过在当前手机市场 卷已经是常态 消费者对智能手机的要求 与日剧增 性能 影像 屏幕 续航 这些只是好产品的标配 Redmi K80系列 要想成为销量口碑 双丰收的现象机爆款产品 显然不能单纯依靠堆料来实现 在Redmi K70系列上 我们能看到其补短板的决心 例如金属中框 去除塑料支架 又或是用上了MIX Folder 3 同款镜组戴口的方案 都是基于前代产品的 不足之处查漏补缺 对于在影像上 一直存在明显短板的Redmi来说 小米或许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 那就是旗舰功能阅积下放 或许我们也能期待一下 Redmi K系列 能否有一天 用上旗舰同款影像方案 除了Redmi K系列外 小米全新终端旗舰 红米 Turbo 3 也开始预热了 这款手机是 红米Note 12 Turbo的升级版 现在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新的系列 红米K70 红米 Turbo 红米Note 红米数字 从排列来看 红米 Turbo 3 将成为红米主推的 终端性能旗舰 竞争对手是一加S3 红米 Turbo 3的前两代 分别是 红米Note 11T Pro 红米Note 12 Turbo 这两款手机的首发价格 分别是1599元 1999元 后者的价格 与红米K70系列的 K701持平 红米K70系列 共有三款手机 分别是起步价格 1999元的 红米K701 2499元起步的 红米K70 以及3299元起步的 红米K70 Pro 红米Turbo 3的起步价格 如果也是1999元 那红米K701将受到冲击 如果是2299元起步 那红米K70将会受到冲击 但红米既然将Turbo 3 独立出来 肯定也会对K系列进行调整 估计下一代的K80系列 会将K801下放给Turbo系列 K系列只保留K80和K80 Pro 两款手机 Turbo系列分为标准和旗舰两个版本 也为产品留出足够的价格区间 作为红米Turbo系列的首款机器 红米Turbo 3的配置肯定是旗舰级别 搭载的处理器将是小米CV4 Pro 同款骁龙8S进3 官方跑分高达180万加 安兔兔跑分146万加 骁龙8S进3 是高通为终端手机推出的 全新旗舰芯片 采用骁龙8进3同款架构 CPU性能略强一些 但GPU的表现一般 给终端手机使用能够达到长续航 使用流畅的满意效果 王者 人神等游戏也能高帧率流畅运行 但真想流畅运行大型3D大作 就需要骁龙8进3了 骁龙8S进3还有一款 降频缩水版骁龙7PAS进3 主要区别就是频率低一些 其他方面也有变化 但影响不大 这款芯片由一架S3V首发 官方跑分170万加 正常跑分也是146万加 与骁龙8进2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但与骁龙8S进3的区别不大 由于官方跑分标的比较高 也让红米Turbo3有了 对标骁龙8G2手机的底气 这也是红米Turbo3 敢与一架S3竞争的主要原因 但一架总裁李杰已经提前曝光了 红米Turbo3的配置 塑料中框 塑料后壳 李杰表示 一架S3V才是这个档位最强旗舰 无论性能 续航 AI 护眼还是质感 都是同档标杆 配置比S3V差很多 改名改不了体验 网友发现 就连红米Turbo3的名字 也被一架高管提前猜到了 其实 红米Turbo3的配置并不难猜测 除了搭载骁龙8S-3之外 红米Turbo3还将采用红米K70E 同款6.67英寸 1.5K分辨率的画星光点光的直屏 支持120Hz刷新率 和1920Hz高频PWM调光 性能方面 搭载骁龙8S-3 还有小米狂暴引擎3.0 拥有5000平方毫米VS1冷3U 最高提供16GB加512GB的存储组合 影像方面 前置1600万像素单摄 偷着5000万像素主射索尼RYT600 加800万像素超广角索尼IMX355的双摄 主射支持IS光学防抖 1加S3V的主射 也是RYT600 索尼IRX882 内置5000毫安式电池 支持90W有限快充 12GB加256GB版本的价格 预计会在1999元左右 比1加S3足足便宜了600元 但受限于成本 只能使用塑料中矿和塑料后盖 从实际的配置来看 用红尼Tub3与1加S3竞争 确实有点难为红尼Tub3了 与1加S3V竞争才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 你看好红尼接下来的这两款新机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和建议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